蓝湛知道这都是早有预谋,要见她的,根本就不是蓝巢,但她还是去了,她就在这院中,背对着大门,静静地等待着那人,魏英推开门,看着院中的背影,本已做好准备的魏英却开始有些紧张,不知所措,湛湛,蓝湛闻声转过身,她感觉魏英不一样了,却说不上是哪里不一样。 战战,莺莺想你,这让人熟悉的语气让蓝湛心底一阵刺痛,这痛也包含着对魏英的心疼,别再装莺莺了,你再也学不上了。 魏英心底的无错感更加强烈了,巨大的恐惧也包裹着她,明明蓝湛就站在她的面前,她却感觉自己怎么也抓不住,只能不断地自欺欺人。 竟然连阿潮都帮着你,魏英,你怎么就是不明白,我爱的,究竟是你,还是你伪装出来的莺莺,你如今的身份,地位,性格,我们之间的感情早就变质了。 魏英还是不甘,她不信蓝湛对她一点爱也没有,魏英就是莺莺,爱湛湛,湛湛别不要莺莺。 莺莺让湛湛开心,语气之中尽是哀求与卑微,这不是蓝湛想看到的,你无需为了我如此,无需这般伪装,做你自己便好。 魏英忽略蓝湛所言,只是露出乖巧的笑容,继续说道,湛湛喜欢。 魏英,别这样,别学了。 已经不难听出蓝湛语气中的运气,可魏英依旧不死心,蓝湛不就是喜欢莺莺吗? 她可以一直试,莺莺就想亲亲战战,莺莺都好久没有亲战战了。 魏英。 魏英满是委屈地看着蓝湛,瑞凤妍已开始湿润了起来,像一只被主人家遗弃的小狗,可怜巴巴的。 为什么还要用莺莺的眼神看我? 蓝湛已经怒了,她不想魏英为了她变得这样,魏英心想蓝湛,我已经甘愿成为莺莺的影子了,我没有办法了。 她又想起来蓝湛说的话,从前蓝湛不就是最喜欢她亲吻她吗? 这样想着,魏英便做事要稳过去,却不料被蓝湛猛地一脚踢开。 魏英便看着蓝湛要跑出去,她连忙跑去拉住蓝湛,她觉得若是此时没有拉住蓝湛,她便再也拉不住了。 最终,她的手还是触碰到了蓝湛,触碰的那一刻,心如枯草缝干露,狠狠地将手抵住蓝湛的后腰,害怕她再次跑掉。 对不起,我不该利用绿莺莺,可是我真不知该怎么办了,我到底要用什么留住你啊?蓝湛。 哀求的语气,亲密的触碰,也让蓝湛的心软得一塌糊涂。 全是,地位,我都可以不要,我可以变回那个傻子。 可是,湛湛,求求你,能不能教教我,要怎么留住你,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留住我的湛湛啊? 说完最后,这句魏英终是气不成声。 蓝湛心想真的是我太偏执了吗? 蓝湛心痛不已,她怎么将这个人逼成这样,心里的防线终究是溃不成军,手抚向魏英的脸。 久违地喊了一句,英英,这句话填满了魏英的心,两人都想给对方一个拥抱,却在此刻,传来一个消息。 郡王,郡王,不好了,老爷失踪了。 怎么办,怎么办,魏英? 经过查探,是边疆叛敌混入京中,想要以此换几座城池,自立为王。 战战,别担心,魏英握住蓝湛的手,轻拍他的背,不断地安抚着。 朝中这些酒囊饭带,小小叛军就束手无策了,看来是太平得太久,人都养废了。 或者是皇帝根本不愿,是因为我和这儿的关系吗? 叛军占领险要帝氏,若是贸然出兵,定是久死一生,陛下现在迟迟难以抉择。 我父亲还不知道能坚持多久,自小被惊养着的蓝湛还是第一次面临这种形势,不由地慌了起来,眼泪也是不断地掉着,这可把魏英心疼死了。 战战,我去,我去把咱们父亲带回来。 太危险了,魏英,而且陛下,魏英将头埋在蓝湛井间不断吸吮着,仿佛要将蓝湛的气息吸个干干净净。 战战,我会把父亲带回来的。 还未等蓝湛反应过来,魏英已经松开蓝湛里去,带上阁里的一些顶级高手,应该是不成问题蓝湛急忙追到门口,却早已不见魏英的踪影。 太子殿下带着私兵出城了,皇帝震怒,呵斥魏英不顾身份,不顾江山设计,而出行前,魏英将东宫的虎符赞估还于皇帝,魏帝心里五味杂陈。 前几日魏英每日都会给蓝湛传来书信,可现在这一日,却断了。 长姐,皇后一脸淡漠地看着蓝湛,蓝湛觉得自己是愚发看不懂这个姐姐了。 你去了又有何用?能杀敌还是能布阵? 蓝湛沉默了,因为她确实帮不上什么忙,可她心口跳得很快,她总觉得会发生什么事,她想去寻魏英。 长姐,我,皇后叹了一口气,忘记,即使她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她,你依旧爱她吗? 蓝湛捂住心口,深吸一口气,长姐,莺莺还是莺莺,她对我的心,没有变。 皇后深深地看了蓝湛一眼,你以为,你们之间最大的阻碍是你们之间的感情吗? 是皇帝。蓝湛文言,不可置信地抬头,太子是今后的天子,若今后的帝后,又出自于蓝家,你觉得,陛下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吗? 长姐,蓝湛还未说完,便有太监进来禀报,娘娘,郡王,蓝大人归矣,太子殿下下落不明。 蓝湛的心鸽灯一下,下落不明。 怎么回事?那太监颤颤巍巍地说道,太子殿下为了救蓝大人,孤身犯险,只带了一个暗卫。 将蓝大人救出后,为保蓝大人周全,便引开追兵,确定蓝大人安全后,我方便开始进攻。 成功剿灭叛军,却也在此时失联,蓝湛听词险些站不稳,两眼一黑,晕了过去。 卫英,卫英,别走。 梦境中,蓝湛看着卫英渐行渐远的背影,如何努力奔跑,也追不上。 卫英。 蓝湛猛然惊醒,不顾止穿着单衣,便跑下了床,一开门,便看到在门口等候侍奉的宫女。 卫英呢? 宫女被吓了一跳,结结巴巴地说道,殿下,殿下还未被寻回。 蓝湛扶着门,险些摊坐在了地上,抑制不住的乌业。 卫英,我不气你了,我不气你了,不管你是英英和卫英,我只要你郡王。 殿下被抬回来了。 东宫内,卫英正躺在床上,太医说卫英将部分叛敌引入狼群,自己也受了些伤。 占占,我回来了。 蓝湛的眼里,早已蓄满了泪水。 混蛋,你就这么没把自己的命放在心上,你要是出事了,你让我怎么办? 蓝湛紧紧地抱住卫英,嘶,我,我忘记你还有伤了。 卫英轻笑一声,抱着,便不疼了。 卫英搂住蓝湛的腰,亲吻住咸咸的泪水,一路而下,至唇间,将蓝湛撩得满脸通红。 你,你父皇那边怎么办? 湛湛,你相信我吗? 蓝湛对上卫英柔情又真挚的目光,心里满是甜蜜,嗯,我相信你。 死小子,你有上哪儿去了? 娘我看太子大婚游行呢? 小孩有些畏惧,他今日未去上学,在路上被太子大婚的圣景迷得走不动到了,还被先生点名了,才惹得娘亲呵斥。 那娘亲听闻叹了一口气,皇室还未出现过太子这般深情的好男人,听说为了娶这郡王,在圣上面前可费了好大力气,不像你那个死鬼爹,不说了不说了。 今日太子娶亲,京都这时比往常过节都要热闹许多,连那些做活计的百姓都赶来龙马街一睹盛狂。 空气景, Podcast海静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游击 新划